菊勤 你有沒有聽過全世界最危險的頭銜 你老婆老公 喂不要說啦 你之前不是才睡公園 你一定要這樣嗎 沒有你知道 全世界最危險的頭銜 叫中國首富 不是抓就是關就是死 要拜拜 那全世界最危險的工作呢 什麼 韓國總統 哎呦下場都不是很好耶 東城為什麼這些人 下場都那麼慘啊 其實我們要知道 就是從一個國家開始 就是有民主有政治體制以來 就是真的還沒有在世界上 你看看過哪一個國家的總統 像韓國一樣這麼可怕的 你看從第一任總統李承煥 被趕下臺 有貪污被趕下來 再來也有被暗殺的 你看到第五到九屆普正希 這個名字要記一下 五到九屆 對 第五到第九屆的總統普正希 他做得好好的被暗殺了 所以韓國總統 他是普警惠的爸爸嘛 對 為什麼要記他 是因為他是之前前韓國總統 普警惠的爸爸 那你可以看到往後來看 有貪腐被趕下臺 被判刑的 光桌事件的時候 就是他在位的時候嘛 對 沒錯 那所以我們往下來看 現在到最近最近的新聞 我們可以看到 韓國的第十七屆總統 李明博 前陣子被說了被判刑了 他目前被判十七年 要關他關到九十五歲 他可能還都活 不一定活得到那個年紀 好像那麼老 所以不是被趕下臺 就是貪腐 做得好就被殺掉了對不對 對 所以有什麼清瓦臺魔咒嗎 這個我們其實有看到 就是很多人說 當韓國總統從來沒有好下場 那有這個著名的清瓦臺魔咒 那我們先從這個比較 理性思維的角度去看 因為韓國他們是一個民族性 非常強的一個國家 所以對他們來講 總統每一任要上任的時候 尤其民選出來的時候 都呼聲非常高 那所以你會狹帶的非常大量的民意 跟支持度 你這個時候你手上權力很大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越大的權力 權力使人腐敗 都會使人腐化 所以其實權力他就像一把刀 你拿著他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很害怕 但是真正應該害怕權力的 是你拿著這一把刀的人 但韓國的總統 因為這好像是李明博講的嘛 對 他自己的自傳裡面 都曾經說過 我要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即使環境再艱難再困苦 我都要保持一顆正直的心 結果現在馬上被打臉被判刑 關十七年因為貪污的關係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韓國的總統 他的權力太大了 所以會讓他有很多的 剛剛前面有提到 財閥 財團都找到他 有很多韓國的這些裙帶關係 都找到他 在一個人你擁有權力的時候 旁邊都在要求你跟你要飯吃 要權力 要一些資源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不給他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韓國 總統很多在近期的 近代的總統 很多都是因為貪腐被趕下台的 那沒有辦法破解嗎 現在文在寅在位 大家說 聽說他不敢住清瓦台 對 他不敢住清瓦台 破魔咒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從理性的思維來看 那我們從一些比較玄學的角度來看 我們有人在說 清瓦台的風水有問題 因為其實當初要見清瓦台的時候 有特別看了一下風水 我們要有一個這個 左清龍 右白虎 以這個人王山為背面 左清龍 右白虎 清瓦台就建立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圖案裡面 他們說風水出了什麼問題 他們認為這一邊的白虎山太高了 在風水學裡面 叫做白虎賢獅 會影響到主張 這個入住清瓦台的主人的地位 那其實更有人說 這樣子的風水的一個位置 其實比較像是陵圓 陵墓這樣子的一個風水位置 所以清瓦台魔咒 沒錯 清瓦台魔咒 一直都存在著 你看看 他後面是山 靠山不好嗎 不是嘛 山像骨手這樣穿出來 你山像骨手這樣穿出來 頭前又是河 河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煞氣從這邊衝出來 是這一場看風水 你要說什麼 可是我跟你講喔 你要當大師其實很簡單 人家說賀三部 你可以做生的 沒錯 看房子就搬 看名字就蓋 看房子就簽 這樣你就拿錢包了 但是我們來說說看 其實呢 在歷來 很多總統 像是他呢 就從這個清瓦台 搬到了光化門 這一次啊 就是有人在說 這個文在寅應該是怕到 但這種東西就是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清瓦台既然大家都在這邊辦公 出那麼多事 我換一個地方到光化門 應該沒事了吧 那其實也有人說啊 你可以看到這一條路 整個清瓦台呢 他面臨到這個 我們在台灣人講叫 路衝的概念 所有的煞氣會衝進去 所以在清瓦台的主事者呢 風水學上面也認為 在這個地理位置上面 他不會有太好的下場 那目前文在寅呢 已經搬到光化門去辦公了 那不知道他未來啊 這個可能也都是要再看啊 因為曾經李明博也是 被大家譽為說 唯一逃過魔咒的韓國總統 沒想到 沒想到其實現在也是 逃不過這樣子的 你知道那韓國的總統喔 其實最為人所愛戴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 親身那一位盧武炫 但是他也被說是貪汙 拿了三百萬的手錶 就是拿了一對手錶嘛 而且盧武炫的故事 當時有被拍成電影 叫做《辯護人》 那在電影裡面 他就是從一個集成 後來自己去學法律 後來當上了律師 甚至所謂的 對 所謂的人權律師 但是呢 他在退休之後 其實他非常的親民 回到他老家住 他家那時候變成觀光景點 然後民眾落意不絕 然後他最高紀錄 一天要出來跟大家打招呼八次 而他在打招呼的時候 大家都會問嘛 夫人呢 夫人呢 他很幽默跟他講 你知道嘛 女人總是要化妝 化妝總是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你們就不要打擾他了 結果後來被所謂爆料說 他收了一對手錶 那盧武炫算是 因為他本身是律師 而且是所謂人權律師 為這些黨外人士辯護出來的 而受到這樣子的侮辱 或者是所謂的這樣子的指控 他最後受不了選擇親身 而更有趣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現在韓國總統是誰 文在寅 文在寅是當年盧武炫的助理 我們帶大家快來看一下這段畫面 尊敬 尊敬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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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民族 新官 運、民族 而且據說 盧武炫那時候說會 除了號稱有這對手錶以外 聽說跟他哥哥也有關係 來 清德 我剛才提到 這的確是引起國際關注 我們都知道 基本上在韓國做過總統的話 沒什麼好下場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的盧武炫 可是先說結論 其實現在韓國人 非常懷念這位總統 他其實一直相信他所謂清廉的 好 那盧武炫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他在位的時候總共五年 2003到2008 然後其實他在位的時候 其實在家人就發生一些事情了 比如說他哥哥有沒有 哥哥的話 魯建平的話 收匯3000萬韓元折台幣 大概85萬 然後所謂的大宇的建設公司 去送錢的 結果這社長隔年 那個建設公司也很高 才85萬 對 然後這是他第一次 第二次的話又開始收匯了 這收匯的算是比較多 所以29億韓元 所謂的八千三百萬台幣 當然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收匯畢竟是不對的 所以基本上盧武炫那時候 在位的時候 不是他惹出事端 反而是他什麼 他周邊的人有沒有 好 那問題是他等他卸任 卸任之後 反而被所謂的李明 那時候接任所謂是李明博 當他們韓國有傳出說 所謂的政治 類似政治追殺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說 盧武炫有設收 所謂善意的韓元手錶 最後也是沒有找到 可是盧武炫為了什麼 為了表示他的清白 在2009年的話 5月23號跑去他們家附近的什麼 就是所謂山海的話 從懸崖就 對 就所謂的輕聲 然後問題是我們看到現在的 剛才講到現任的總統有沒有 文在寅 其實文在寅跟盧武炫的關係 非常非常好 在2002年的話 盧武炫的時候 要出來競選的時候 文在寅就有幫他 而且在盧武炫的時候 在當總統的時候 文在寅的話三入三出 就是有時候會給所謂的 盧武炫一些建議 所以那時候盧武炫過世的時候 我們看到文在寅非常難過 他是所謂 當所謂的三組 一般的話就是 我們家裡有人死掉的話 他們比如說兒子 或誰住有沒有 可不是是有所謂的那個 文在寅去當所謂的三組嗎 然後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我們知道現在李明博 已經進去監獄了 可是現在是文在寅 人用說他有趣 值得觀察的 值得觀察的 2018年的話 那時候李明博5月23號 第一次那個所謂出庭受審 剛好是盧武炫 清生的九週年的那一天 所以這其實讓我們覺得 會不會這麼挫強 刻意安排有點吊詭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就其實在我們剛才提到 為什麼韓國所謂的 清生率這麼高 我們要回到就是我們台灣 本身所謂的疫情的關係 有沒有 基本上韓國疫情現在還是屬於 不太可以控制的狀態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傳出 所謂的新天地教會 或所謂的那個愛維仙 愛滴一教會 都傳出所謂的爆發有沒有 然後我看了一下數據 基本上十月十一月 每天的話大概是六十九人 到所謂的一破一百多人 基本上那個疫情的數據 是起伏不定 就表示控制的不是很好 有沒有 可是這時候韓國韓國有些 韓國有些人就是在做害群之 因為戴口罩的話 在台灣的話 所謂的日常的生活有沒有 他們現在韓國推一個運動 在疫情的時候 戴口罩是一種禮貌 問題我們可以看到 這手綁上面有個那個 他們叫 雞祖士 雞祖士就是所謂的大叔 他們加了一個雞祖士 就是狗大叔 狗大叔幹嘛呢 我們知道在韓國的地鐵 基本上是可以喝水 吃東西都可以 可是他在裡面幹嘛 抽菸不戴口罩 這就過分了 然後韓國人家說 你不能這樣子的 結果他跟人家起爭執 除此之外 還有所謂的 其實在防疫的時候 基本上韓國人都很緊張 他被打滿慘的 所以基本上在防疫的時候 韓國人都非常緊張 比如說我們舉個 比較極端一點的 其實我們知道韓國的輕生 其實非常嚴重 有多嚴重嗎 有多嚴重呢 那個呂杰 你知道韓國 我們這節目大概四十五分鐘 一個小時吧 對 韓國平均四十二分鐘 一個人 蛤 消失 輕生率非常高 所以這是疫情影響到 在韓國的疫情 疫情爆發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走上 所謂的絕路 而且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提到就是說 在韓國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第一個 所謂的五星價變多有沒有 然後之前前身只有韓國 所謂的什麼 封城 韓國人悶嘛 想出去找人家喝酒 也不能出去 所以造成現在的韓國 所謂的疫情之下 很多所謂的輕生狀況出現 所以我們還可以提到就是說 在韓國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第一個 所謂的五星價變多有沒有 然後之前前身只有韓國 所謂的什麼 封城 韓國人悶嘛 想出去找人家喝酒 也不能出去 所以造成現在的韓國 所謂的疫情之下 很多所謂的輕生狀況出現